發生在二零一九年的南方澳大球 坍塌案 今天一審宣判 因為沒有案途施工 加上監造不力 靈性包商一過失致死罪 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五姓工地主任 邊姓協力廠商 以及陳姓的監造 都被處兩年徒刑 兩名時任蘇澳港營運處 工程科的經理 則判無罪 全案可上訴 南方澳大球二零一九年 坍塌 導致六名外籍 一工身亡 施工廠商和港務公司 人員共六人列被告 八日一審宣判 何怡婷認為 因為沒有案途施工 加上監造不力 導致大橋短毛系統 使用二十餘年後 產生嚴重受死而失效 施工的零性包商一過失致死罪 判處一年六個月徒刑 無姓工地主任 邊姓協力廠商 及陳姓監造 都被處兩年徒刑 整個案子的一個 關鍵點在於就是說 這四位被告 他們在施工的時候 附有案途施工的這個義務 不過對於判決結果 被告也有話要說 八十一歲 兵信廠商到法院廳庭 他認為判決不公 身身負責的主要施工調索 工程絕對沒問題 事後續工部門 沒有圍觀號 大橋才會坍塌 他一定會上訴 他們從我們用儀器安裝完了以後 二十五年快三十年 從來沒有用儀器再檢查過 同樣遭到起訴 時任蘇澳港營運處 方線和黃信工程科經理 何一廷則認為 南方歐大橋並非公路法 及公路相關規範定義的公路 且當時港務公司制定的作業要點 也沒有因辦理 特殊性橋樑檢測的規定 因此兩人並沒有辦理 南方歐大橋 至少兩年一次 定行檢測的義務 或判無罪 宜蘭這座葫蘆堵大橋車流量大 經檢測劣化嚴重 宜蘭山區能針對 縣管兩百三十八座橋樑檢測 共三十座橋樑需修閃 目前已啟動工程 要避免南方歐大橋 漢市再度發生 至於新的南方歐大橋 港務公司表示 會照行政院新班的橋樑檢測維養規定 來維護 記者林靜倫 宜蘭報導